东坡先生生日快乐 选次依若芬陪你去看苏东坡 东坡先生您早化为大空宇宙的星辰 据说世上还有您的二十八代子孙任祖归宗 公元2000年法国世界报评选您为 生存于公元1001到2000年的十二位世界级人物之一 称为千年英雄 理由除了您的文学与政治成就 还因为您是一位美食家 实名国际的中国名菜东坡肉 不必说了 在南洋 马来语里的乌贼和鱿鱼叫做苏东 我在课堂上提到苏东坡 同学们窃窃微笑 没吃过吗 苏东坡 章鱼小丸子呢 1997年 我第一次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 就见识到数百位学者专家 挤挤一堂的大场面 虽然不大清楚什么是东坡文化节 那壮盛热闹的庆典 不但让我大开眼界 印象深刻 从此更增加了我加入研究队伍的信心 会议期间正值中秋节 我们在您四川眉山老家的院子里 赏月喝茶吃花生 个个都说拜您之次 靠您老人家吃饭了 我们这帮人 大多不过是由于职业工作 而成为爱好者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真正乐在其中 当您铁杆粉丝 用南方的食物来比喻 叫做粉丝变果条 中外古今比比皆是 就说两位让您老人家开心吧 清朝人翁方刚 可能在天上拜见过您了 他三十六岁的时候 在广州花了六十斤 买了江湖中流传甚久的 东坡先生墨宝松阳帖 其手写的是 北宋菜香梦见的诗句 天际乌云寒雨虫 楼前红日照山明 于是又是称天际乌云帖 翁方刚多次提拔天际乌云帖 字号苏斋 他和朝鲜文人申伟 金正喜的交往 还让天际乌云帖扬名东国 每年腊月十九日 翁方刚不忘在家中 请出天际乌云帖 和他请友人 朱赫年画的东坡先生像 举行寿苏会 寿苏会的活动 在朝鲜、日本都举行过 把现在首尔的汉江畔 当成赤壁的朝鲜文人 模仿东坡先生 月下泛舟 而二十世纪的 大型日本寿苏会 就有五次 参加的雅士 包括王国为 罗振裕 日本汉学家 内藤湖南 主持人常为雨山 还把宾客们的诗文 以及未能 恭逢其盛的童号 例如 吴昌硕的作品 收录陈册 可见于 池泽兹子教授 和曾草庄教授的 大作当中 二十一世纪 为东坡活下半生的 饶君先生 是另一位奇人 饶君是四川乐山人 也算东坡的老乡 他学的是电子科技 十多年前 从事的是 学以致用的本行 操劳疲惫的生活 让他的身体 发出了病危的警讯 饶君告诉我 他带着等死的绝望 在病床上空度日 有朋友带了书籍 让他解闷 他无意间翻阅 从此上了瘾 那是王水赵教授 和崔明教授 合著的苏世传 智者在苦难中的超越 饶君说 读到苏东坡如何度过 人生的艰辛波折 我很感动 深受启发 他的上瘾 便是央求友人 大量为他购买 有关苏东坡的书籍 看着看着 他的血压逐渐稳定 心境渐为平和 直到奇迹般地出院了 苏东坡救了我的命 如果不是亲耳听见 我实在难以相信 这种比宗教感应 见证更为震撼的事情 华夏苏东坡 文化传播中心 执行董事 饶君的名片这么写着 他花了九年时间 走遍苏东坡 一生游历和居住过的 四百多个地方 他从事的推广 传播东坡文化工作 小字赠送东坡相关书刊 大道召集全中国 三百多个以东坡命名 或者和东坡有关的 中小学校长 教师和学生代表 在2011年7月 在东坡的家乡 参加第一届东坡学校 与东坡文化 传播交流活动 东坡先生 您47岁的生日 在赤壁下 听李伟吹笛度过 曲终人不见 我在比海南岛 更南方的南洋 遥记心念 人间有东坡 学习苦中作乐 我是伊若芬 为您介绍我的书 陪你去看苏东坡 我